因為葉玉蘭他其實公開挺港警的事情 讓很多的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其實對於香港的這些年輕人 目前遇到的這個困境 是很有同理心的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你怎麼會提這樣的一個挺港警的 葉玉蘭他在他的臉書上面 還特別講說什麼 對港警不要徹底抹黑 香港之亂要結束 唯有恢復對港警的信任 這是他的臉書的內容 所以他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是這樣挺港警 可是全球的媒體 來自於其他的歐美國家 現在看到的港警是什麼形象 是他們去強攻中文大學 這兩這兩天 我說昨天晚上其實睡不好 因為一直在看說 你用警察的力量 去進入一個香港 中文大學是他的世界排名 還超過我們臺大 所以在話 香港中文大學是一個在香港好的學校 裡面的學生居然要在晚上 突然變成說我要去抗暴 然後在遇到港警 是他們下命令說 可以用射擊他們的頭部 這個這樣的一個警察 居然會被葉玉蘭認為說 這樣是正確的 而港警這段期間 其實國際在關注 包括說這個少女被輪姦的事情 四個警察輪姦 這件事情國際已經開始說 這很嚴重 醫師也出來 證實說有這件事情 律師說他證實他去報案 受委託去報案 這樣的一個事件 港警調查不出來 那結果葉玉蘭也在這邊 沒有辦法講話 所以為什麼說現在很多年輕人 開始去查去看說 葉玉蘭的講話挺港警 跟全世界不管是美國通過香港人權民主法案 去說如果你是施暴者 你是港警 或者是香港高官 你們在美國的資坦要凍結 美國是用這樣的制度 在告訴你香港說 你不能這樣子殘暴 結果臺灣的國民黨去提名一個挺港警的葉玉蘭 所以我說他其實很成功的轉移焦點是說 吳敦麗過去一直被罵說你提自己 現階段我發現很多網友不不太不太care 吳敦麗提自己 而去罵開始罵說葉玉蘭那第二名是誰吳施懷 吳施懷他年改的立場 就我認為當然跟年輕人會有一些落差 這個各自的意見 當然沒有意見 但是他跑去中國去聽訓的這件事情 就讓很多人認為說 那你到底有沒有效忠我們的國家 這個是剛好又連結到最近香港的這個事件 因為國家的主權問題 反送中的事情 對於臺灣的認同 臺灣主權的維護重不重要 大家認為非常的重要 那吳施懷在這邊的角色剛好跟葉玉蘭 葉玉蘭搭成一塊 那我看到包括說邱毅 邱毅他的言行 過去大家不用特別講 網友開始去找說 他現在在中國上的媒體所講的話 怎麼樣去幫中國講話 那這個過程就很清楚是說 網友現在已經網路上面的年輕人 已經不是那麼care 吳敦麗提名自己 所以吳敦麗在這邊布局非常成功 吳敦麗說這個吳敦麗要擺脫自己 被罵變成這個就眾矢之地 所以故意提名的這些人 讓他們被罵 確實從網路上看起來變這樣 是要自覺於所有的中間選民嗎 這是一個深藍的 深深藍的統派的名單 邵廷 當然這個名單出來 剛才你講像羅志強 尾翰這些 包括我自己也都覺得是非常的差異 只有差異而已嗎 差異 我只能說我差異 我只能說 你要去看一鏡座嗎 那這個禮拜六禮拜天 我是中央委員 我跟你講 我投票也投不下去 因為我們是要叫中央委員來投票 來行使同意權 那我覺得就講兩點 那韓國瑜為什麼不出來講兩句話 我告訴你 所以 民進黨票這一票也不投國民黨 我先說啦 你們韓國瑜的選情會因為這樣 又受影響 我覺得不一定啦 我覺得政黨票跟總統票 還是稍微有點區隔啦 那就這個政黨票來講 我覺得兩點 一個年輕的 一個是專業的 通常提這個部分去 等於說你下四年 你政黨的一個注重是哪一些面向 勞工環保等等等等 我相信這個委員在這邊也很清楚 那我覺得四年前 朱立倫他提的一些專業的 但還有專業的人 還有一些專業 像王毅銘 兒福 是不是 徐毅仁 科技 陳怡銘 醫療 陳怡銘 醫療 特殊教育 而且都是真的是首選 所以你們這個主席什麼意思咧 那當然他主席他就是有提名權嘛